喂 大家好 哎呀 这节这节影片呢 我们来讲一下职军课本的 例题的1.6.2 这也是一个这个 用这个Dimension Consistency 这个因此一致性 或是说单位一致性 OK 那这因此一致性 跟单位一致性的意思就是说 你在这个 你在这个物理量在相加的时候呢 这两个物理量的那个单位呢 一定要一样 然后呢这两个物理量 要相等的时候呢 这因此呢跟单位呢要一样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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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这个因此要一样呢 因此要一样呢才可以 这个物理量才可以相加 因此要一样才可以物理量才可以相加 那这个 两个物理量要相等的话呢 这个这个因此跟单位呢 都要一样才可以相等 或者说单位等相等的话 比较比较比较单纯 那单位一样的话就就就就就就相等了 OK OK 那你单位一样的话呢 应该因此应该也是一样的啦 OK 这就因此一致性 OK 好的 那这个 哎 那这个因此一致性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example 1.6.2 它告诉你这个有一个DNA链 一个DNA链 然后它的熔点呢 那熔点呢可以写成像 萤幕上方的关系式 萤幕上方的关系式 OK 那这个关系式很长啦 你也不用去记这个关系式是什么 关系式哪来的 我现在呢 是要问你说呢 利用这个因此一致性呢 去看看说呢 这里面呢 这公司里面的每一个数字的单位是什么 每一个数字的单位是什么 那就是说呢 我现在问你说 这个81.5的单位是什么 16.6的这个数字的单位是什么 0.41啊 还有0.7啊 还有1啊 还有这个500啊 抱歉 圈上面 500啊 这几个这些数字 这在出现在这个公司里面 这些数字呢 它的单位是什么 OK 然后利用因此的一致性 那已经先跟你说了 这个TM的单位呢 是杜西 OK 熔点的单位是杜西 然后呢 这个 这个盐的这个浓度的单位 一升多少more 然后呢 这个person 这个g partial g 不是partial person g person c percent 这个两个percent 百分比的是没有单位的 那这个L呢 单位是长度 那长度呢 它好像也没有写说 课本好像没有写说 这个长度是多少 那因为是DNA 那我们说它是 它的单位是奈米好的 那单位是奈米好的 OK 好的 那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因为左边呢 这个当这个左边的等号的左边呢 等号的左边呢 TM它的单位呢 是杜西 OK OK 那等号两边要相等 等号两边要相等的话呢 这个单位呢 一定是会一样的 单位一定是会一样的 OK 然后单位一样呢 这些东西呢 才可以相加 单位一样这些东西 才可以相加或相减 OK 所以呢 所以就很自然而然 这个81.5 首先我们可以第一个来看 这个81.5 这个数字的单位是什么 OK 因为等号两边要相等 等号两边要相等 你就看等号两边要相等 所以这81.5 这个数字 是有单位 所以它单位呢 也是杜西 OK 那第二个这16.6呢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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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数字的单位是多少呢 这个 我给你们这个提醒 我提醒过 这个其实你如果看到这个 如果看到公司里面有出现这个指数啊 里面一堆一堆东西的 或者是这个log里面有一堆东西的啊 然后在这个这一堆这些这些东西 这些蛙哥呢 是都是没有单位的 Dimensionless OK Dimension Dimensionless OK OK 所以log里面这东西是没有单位的 所以它是log一个数字而已 所以这整个log呢 还是一个数字而已 所以它还是一个单位 它就是一个数字 它没有单位 那exponential 一个 它这个这个这个指数里面 它也是没有单位 就是一个数字 那一个exponential一个数字次方 它算算完它还是一个数字 所以它还是没有单位的 所以呢 就是说呢这个整坨exponential 这个整坨的log呢 就是一个数字而已 OK 所以呢 这个我们在这边我们看一下 我们在这边呢 我们遇到我们这一大坨log 这个就是没有单位的 OK 这个这一大坨是Dimensionless OK 好的 那 所以这个这一大坨log是Dimensionless OK 那剩下这个16.6呢 这个这个数字的单位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单位要一样 才可以把它相加 或是因此一样才可以相加 所以这个81.5呢 它的单位是Dimensionless 所以16.6乘上一个数字呢 OK 16.6 我们写慢一点 好的 16.6乘上一朵log 一堆蛙哥 然后它的单位是Dimensionless 那因为这个log 这本身是没有单位的 OK 所以呢 16.6呢 这个东西的单位就剩下Dimensionless OK log这个东西是没有单位 log一朵东西是没有单位 这就是一个数字而已 一个number 一个数字而已 所以呢 你这样推理的话呢 你就知道16.6的这个数字呢 它的单位是只有Dimensionless 可以的哦 好 那下面呢 那这个0 那后面再看一下后面这一项 这0.41呢 乘上这个%G呢 跟%C呢 这个0.41 那因为0.41呢 乘上%G呢 跟上这个%C呢 这两个乘起来呢 这两个乘起来的单位呢 一定也是度C 这样才可以跟前面的81.5啊 或是16.6啊 乘上这个挖哥 才相加减嘛 因为那个因子要一样呢 才能相加 所以那0.41呢 乘上%G呢 乘上%C呢 它的 因子呢 或是说单位 也是一个度C 是一个度C 那因为这个%G跟%C呢 这个已经 题目已经跟你说了 这百分比的 它就是一个 它就是 它就是 它是 就是没有单位了 OK 所以它没有单位就是数字嘛 OK 所以你最后呢 你的0.41的金融这样推理呢 你0.41的单位呢 或是 就只剩下度C而已啦 OK 然后最后一个呢 最后一项是L分之500 那L分之500 这两 这一项 一定也是 单位也是要度C 这一项 合在一起也是要度C 因为才可以跟前面的东西呢 做加减 所以这一项合起来是度C OK 那所以说经过这样的推理呢 那你这样500 500的单位是什么呢 那就是度C呢 乘上这个长度的单位 那这边长度 我就是给它说奈米啦 OK 这是我自己设的 所以呢 最后呢 这个500这个数字呢 它的单位是多什么呢 就是那个度C呢 乘上奈米 乘上长度 OK 好的 那我们回答这些数字 那最后还有里面还有一个数 还有一个东西哦 这个我们这个log里面还有1跟0.7 那这两个数字的单位是什么 这个我刚刚有说过啊 这个log里面呢 这个 还有写在这边 这个log里面呢 这个salt跟这个 1加0.7salt OK 这整坨东西呢 是没有单位的 OK 没有单位 哦 刚刚我说的是没有单位 那同样的 这里面这一坨东西呢 也是没有单位的 OK 这一坨东西是没有单位的 OK 所以呢 我再写 salt 除以1加0.7salt 然后呢 它的它是没有单位的 所以它的单位是1 OK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1加上0.7salt的这个单位呢 就是等于salt的单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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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1加上0.7salt的这个单位 就是等于salt的这个单位 所以呢 OK 好的 那我们这样来看一下 那这样 那这样1的单位是什么呢 那这样1的单位是什么呢 这1的单位是什么呢 OK 1的单位 因为1加上 0.7salt的这个单位呢 因为我们说了这个1加上0.7salt的这个单位呢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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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岩巴的单位 那岩巴的单位 那岩巴的单位是一个liter多少 每公升多少mol数 OK 所以呢 因为这两边呢 这个单位要相等 OK 这两边等号成立的话 单位要相等 所以这1这个东西呢 它的单位呢 很自然而然的 应该推理起来 应该就是1升有多少多少mol OK OK 这是第一项 OK 然后第二项里面这个0.7呢 乘上salt的话 这个单位呢 也应该是要等于 1升呢 有多少mol 一升多少mol 这样呢 这个0.7乘上salt呢 才可以跟前面这个1相加 因为这个英词单位要跟一样才可以相加 所以呢 0.7乘上salt呢 这个单位也是liter 哎呀 这个liter写的不太好 也是1公升里面呢 有多少mol 1公升里面有多少mol OK 好的 那所以呢 那我们这个题目一开始就给你告诉你呢 这个salt的浓度是多少 不是 salt的单位是多少呢 salt的单位也是 salt的单位是也是 1公升呢 有多少的 呃 哎呦哎呦 我这边等号 我这边再写个等号好了 这个salt的单位是1公升有多少mol ok 所以1公升有多少mol 它会等于1公升有多少mol ok 那你这样呢 你就可以两边约定 哎呀这个已经写在下面了 不好意思啊 这个没有规划好 ok 所以你最后呢 你最后呢 你会得到呢 这个0.7这个数字呢 它是没有单位的齁 它是没有单位 ok 所以呢 我们就回答了这一这一提 它是要 它是所要求的 要求的东西 我们打里面呢 这所有的数字呢 所有的数字呢 所有的数字呢 所有数字的 单位呢 都列出来了 ok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非常重要啦 那这个 那这个影片呢 这个就大概就到这边啦 那我们之后呢 就再聊啦 ok 后面还有一个 反斗瓦气体嘛 OK 好的 好啦 就我这边聊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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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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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